为什么说没有黄太极就没有大清朝 因为黄太极接手女真人政权的时候 他其实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 那这个摊子究竟有多烂呢 首先是在社会基层上 辽东的女真人和汉人之间 他矛盾是非常严重的 辽东汉人有一部分是本地的农户 还有一部分是被女真人给掳走的 这些人在当地被压迫的非常严重 有一部史书叫做《满文老荡》 这个是清朝初期的官修的满文编年提史书 详细地记载了从1607年到1636年期间 东北女真政权的历史 这里面就提到过 努尔哈士时期 女真人至少在辽东进行了两次大屠杀 一次是在天命九年的正月 是清查当地汉人的财产 看看他们手里面到底有多少粮食 有粮食的 那说明他们暂时还能够维持生计 不会拖累女真人 而没有粮食的 那就是累赘了 全部干掉 后一次是在天命十年 由于当地的汉人经常起义 这诺尔哈士就杀红眼了 这几次的暴力事件 让当时候进的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辽东的米价一度达到了 一斗米八两银子的水平 比明末农民起义时候的米价 要高了将近十倍 而且辽东的大量农地也被弃荒 很多矿山也没有办法进行开采 这个还只是社会生产方面的 那女真人内部这个时候问题也非常多 大量的八旗军官们就开始抢夺 七人手里的田地和物产 经常出现女真士兵 围殴长官的现象 而爱心觉罗家的这些宗室们 那全部出现了训酒的毛病 打仗的时候呢 还开始把家丁拿出来 去冒充士兵 在战场上去抢战利品 仗打完之后 那就隐匿财物 奴隐哈士本人也开始发颠了 早期年轻的时候 还知道要种地搞生产 年纪大了 靠着打几场仗 抢来的战利品 成了爆发户之后 完全就不顾农业发展的事 没事就爱盖房子 盖完了就拆 所以当黄太极继位的时候 他手里的后金 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 北方胡人建立的短命政权 非常像 没有稳定的官僚体系 也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 南面是明朝 西面是朝鲜 东面是蒙古 这三面和女真人的关系 它都不好 典型的是周围全是敌人 而且斯大贝勒 每个人的手里面 都有自己的武装和资产 黄太极就像一个小股东一样 再加上他一登基 东北就爆发了天灾 所以这个时候的后金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 能够活得久的政权 如果诺尔哈赤不死 继续折腾下去的话 那袁中患的五年平辽 还真没个准 但是黄太极 就是在这样一个 地域开局的模式之下 把女真人给翻盘了 先是改变了诺尔哈赤时期 压迫汉人的政策 缓解内部的矛盾 和内地一样 编户齐名 稳定生产 还开始用汉人去做官 然后往南打服了朝鲜 又和蒙古彻底绑定 完成了满猛联姻 这才让后金逆风翻盘 如果不是说 他在满人入关之前 就突然暴毙的话 那他对于清朝的历史贡献 完全和元朝的忽必烈 是一个级别的